这也是很像救了火小镇 这款呢是小镇养护的四季茶花 现在是夏天 它依然处于一个开花的状态 现在呢花期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在夏季怎么养护才能让它不断开花 而且不出现问题呢 茶花在很多人的心中都是喜欢光照的一种植物 茶花是喜光 但是它不耐暴晒 夏季养护茶花要放在蓝色光处养护 避免呢阳光直射 这个四季茶花也是一样的 暴晒的养护环境盆土湿度比较高 如果遇到突然的降雨或者是天热的时候 你就直接给它浇冷水了 皱冷皱热的养护环境很容易导致根系出现问题 那就会导致植兔花霜黑斧的情况 所以夏季养护四季茶花建议散色光处养护 散色光养护能满足茶花的生长需求 盆土湿度呢也不会特别高 能减少黑斧的情况发生 还有一点就是养护环境的通风一定要好 夏季温度高浇水的频率会增加 没有掌握好浇水用量的 盆土呢可能有的时候会处于一个偏湿的状态 那通风好的环境 盆土会干的比较快 减少闷根的情况发生 相反的如果通风不好 浇水过多呢就会导致闷根 发生谎叶 掉叶 掉花波的情况 今天呢关于这个四季茶花 夏季的养护方法介绍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个关注再走吧 好